今天有位财阀大哥说 想让我帮他选一只小笔熊 要求脸蛋必须要甜 毛量一定要好 最重要的一点是女朋友要喜欢 价格方面的不是问题 女朋友不喜欢就是大问题了 这个必须安排上 今天给大哥来个笔熊专场 看着美容师小哥哥们 一个个的这么认真的修剪着狗子们 真是有点小小的期待呢 1号马上要修剪好了 虽然鼻涂不是全黑的 这圆圆的大眼睛配上娃娃般的脸蛋 真的是太甜美了 2号出场 这大脸盘子再配上这两只小耳朵 简直就像个玩具熊一样 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3号就像个米奇熊一样 圆圆的眼睛 大大的脸板 这小转变也太可爱了吧 4号更迷人 还吐着小舌头呢 你这也太会卖萌了吧 鼻头也只有一只宽 非常短翘 再来看看后背 毛量也是非常的浓密 体型也只有巴掌大小 这样的小可爱也是不多见的哦 碰到就是赚到 5号像小坏熊一样 小巧又可爱 瞧这无辜的小眼神 谁看了不稀罕呢 这毛茸茸的样子 真想马上抱在怀里保护起来呢 他的鼻头也是只有一只宽 整体也是非常短小紧凑 体型也只有巴掌大 整体看上去跟个毛团子一样呢 5只都是笔熊借着天花板 你们说这个财阀大哥的女朋友 会看上哪只呢